嘿,大家好,我是橙厚 今天這場比賽呢,在玩我的Main角悟空 我一樣呢,是走凱撒路路線 那如果陣上有悟空或是愛里的話 我是建議說還是讓悟空走一個單線發育 因為悟空真的蠻需要去發育的 不過呢,我之前在走魔龍路的時候 因為我馬上走魔龍路的時候 有遇到悟空跟我一起走魔龍路 那時候那一場的悟空,我覺得他打得蠻不錯的 他前期就蠻有巧勁的 一直不斷的殺人頭,一直會戰 讓自己的經濟發育的比在凱撒路上的人還要更快 那那一場比賽呢,雖然說我覺得 看到這場比賽之後對悟空走魔龍路這一點來講 稍微有點改觀,不過我個人還是認為 除非技術真的高超啊 不然還是讓悟空就待在凱撒路好好的發育這樣 那這裡我們面對的對手呢,是這個呂布 那呂布呢,其實 呃,在前期如果真要硬打的話 是有點,對我們來講是比較稍微吃虧一點喔 因為,呂布在前期的話 稍微還是比較,比較猛一點啦 如果是跟悟空比起來啦 因為沒有裝備的悟空真的 比較沒有那麼的,有這麼大的威脅性喔 所以,玩悟空的人呢,前期真的要忍著啊 一個字啊,就是忍啦好不好 那,這裡,我的金錢貴居然被對方呂布搶走 不過算了,我們趕緊的樹吃掉這一條古龍 那我們這次打野的人,是這個蝙蝠俠 那,對方打野的角色是這個 好像是艾莉吧 那,這時候蝙蝠俠已經跟對方呂布打起來 喔,對方的那個打野角是刀鋒啦 那這時候,我剛看到的時候,即時過去支援喔 那,雖然沒撿到人頭,那不過 呃,拿到助攻也還可以啦 如果能讓我拿到人頭的話當然是最好啦好不好 私心這樣想 因為,畢竟在這個 前期的話,人頭首殺呢可是有300塊 那,趁著呂布掛掉這一波呢 我趕快硬是把這個塔看能打到剩多少血就打到剩多少血 那,這裡大家看一下,我被呂布暈到之後 我直接是開啟大招,直接暈他一下 然後再開啟一劲,進草叢 那,此時呢,我的魔量幾乎是微零喔 如果再加上一個,如果能夠成功丟出2技的話 我一定是100%能逃走 不過,所以剛剛那邊是稍微有點危險 那,前期這裡呢,我們魔龍被搶到 雖然說,我們人頭比數稍微多一點喔 那,是一個4比2啦 不過前期,龍被搶走 不過,呃,古龍算是在落在我們的手上啊 那,人頭數我們也比較算是領先 那,還好是沒有算虧很多啦 應該是一個不算不虧喔 那,此時古龍又復活了 那,上面的這個呂布呢,他其實 喔,我這裡不小心開到這個斬殺 我本來用一技的喔,真是丟人啊 那,呂布呢,他好像不太會去跑線喔 他會一直在這個,凱撒路繼續遊走 他應該是走一個分推流 那,我這裡看到對方的蝴蝶呢,直接就是追過去喔 那,把蝴蝶的這個,主要輸出位呢,把他逼退 那,讓刀鋒呢,去面對我們的這個蝙蝠蝦以及這個 這個,娜塔亞 那,因為剛剛斬殺只是交掉 如果我剛剛斬殺沒有按錯的話 我應該會直接進去,然後強行殺掉對方的蝴蝶啦 那,不過,只能就怪我自己手滑手殘了 那,此時呢,對方呂布又是一條好漢復活 那,我趕快再回到上路這裡 那,搭配蝴蝠俠這條,這隻呂布呢 完全不知道自己大難臨頭 我直接開啟這個隱身 搭配蝴蝠俠的隱身,直接印是 收掉對方的這個呂布啊 我看呂布再怎麼印也是差次的難飛喔 那,收掉呂布之後呢,我直接就是 一棒敲掉他們的這個,主塔 啊,他們這個,外塔 拿到,先替我們團隊的GDP呢,稍微增加一下 那,在下路這裡,我們的AD呢,率先就是被對手擊殺 那,我這裡呢,看到這條骨龍,趕快來吃這個骨龍喔 那,這邊呢,其實大家只有看到一個死亡的人嗎 就是我們的凡恩哥好不好 那,他死亡之後呢,就直接按這個投降啊 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在按這個,心酸呢 還是按,肚子餓,還是按這個,沒睡寶呢 那,不過,沒關係,我剛剛在中路板是想蹲一下 看蝴蝶會不會出來啊 不過,看他,蠻積緊的喔 也是一個蠻謹慎的一個女人啊 不過呢,再怎麼謹慎呢,還是被我們納塔亞直接擊殺掉 那,納塔亞的心機也是很重啊 居然不讓我參與這個助攻喔 直接就是硬要單殺掉對方 那,這裡,其實原本想說看能不能跟刀鋒打 結果發現,欸,好像不太行喔 那我看一下經濟,我是有領先刀鋒一點點的啊 不過,真的,剛打那個狀況的話 我還是選擇是先退為妙啊 就是,我們打保守一點,打謹慎一點 不用說太衝 因為玩悟空呢,真的是要冷靜啦 你,不管是要進戰場或是要逃走 怎麼進怎麼出,你都要先想好 那,這裡看到對方呂布又推回來了 我就趕快先把這個兵線給顧好 好不容易推到別人一塔呢 怎麼可以輕易的把這座塔給還回去 那,我這裡看到,刀鋒跟納塔打起來 那我們蝙蝠俠已經在跟對方的刀鋒打起來 我直接就趕過來支援啦 那,雖然看到對方呂布過來 但是我直接就是瞄準他們的刀鋒 一個大招收掉 那,這時候想要再回來幫助我們呂布 結果殊不知,哇操千算萬算啊 算不到這隻蝴蝶從草叢裡殺出來了 那,最後我們這邊是一個 2換1 小虧啦 那,這裡就跟隊友講啊 沒注意到這個蝴蝶啊,真的是很可惜喔 那,上塔這裡呢 呃,讓我估計一下 呂布大概是直接推得掉 他開啟無敵戰神之後 我的塔呢,也直接跟著掉落 那,我們的納塔亞呢 在這個上路稍微幫我清一下兵線 那,這個時候我的打野刀已經成型了 所以我決定要現在農我自己的經濟 那,我通常呢 會在我這個獸魂打野刀出來之後 才會開始去農野怪 不過呢 這一把獸魂打野刀呢 即將成為歷史喔 因為在新的改版當中 你只有帶制裁人才能使用這個打野刀喔 那,我這裡呢 直接讓我們的這個納塔亞跟我一起2打1這個呂布 不過這個呂布 蠻巧的喔,蠻溜的喔 就硬是,在我們2打1的情況下 收掉了對方的納塔亞 那,之後獸魂打野刀 如果不能用的話 我可能就是換成 殺蛋之風吧 那,打到後期呢 我會直接把殺蛋之風換成 全能武器 那,這是想到一個替代方案 不過因為在新版的這個武器當中呢 有蠻多這個,呃 新的爆擊類的武器喔 那,悟空在新版的 悟空呢 是有,我覺得算是有 微,微服的,就是buff喔 因為他的2技呢,施展之後呢 能夠,增加自己10%爆擊 那我這裡稍微在草叢蹲一下 我先看一下狀況 那,看到我覺得我可以進場之後呢 直接就進場 雖然,對方的血量很滿 不過我們的薩尼呢 也是很坦到 這裡再回到草叢 直接在從後面殺出來 殺這隻蝴蝶喔 那,剛剛呢 呃,我稍微 就是跟大家講一個巧思啊 就是,我看到蝴蝶之後 我直接就是,進場 然後讓蝴蝶沒辦法瞄準到我 那,蝴蝶呢 直接就是看準了那個薩尼啊 因為薩尼殘血嘛 這就是殘血的誘惑啊 他就是呢,直接的就是 跑去追薩尼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再從草堆的後方衝出來 那,我講了這個,trigger轉PO啊 如果大家,呃,想知道 剛剛到底,確實發生什麼事情啊 可以,回去倒轉看一下喔 那,這裡呢,沒什麼事啊 我拿到紅藍buff之後 繼續來農我的這個野怪喔 那,這裡蝴蝠俠來了 即時趕到 不然他再晚一點 我就要把他的藍buff給吃掉 那,在魔龍路這裡又開啟了 那,我這裡一樣呢 先過來,先用 呃,鏡頭拉一下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狀況 這時候繼續躲草 那,開啟一個分身之後 先抓掉蝴蝶 因為他們,這個蝴蝶站位太後面了 所以我當然是可以輕而一舉抓掉 那,這裡呢 就是讓蝴蝠俠 彈一點傷害喔 稍微自私一點啊 那,讓對手的招式呢 用完之後 我再進場 稍微收割一下 那,沒關係啊 即殺數都可以蝴蝠俠 我也是 沒關係好不好 我自在勝利啊 那,因為悟空太容易蒸發 好,而且剛剛對手呢 都是一坨人 站在一起喔 呃,也不是一坨人 就是如果我們站在一起的話 愛里啊 或是刀鋒 他們打的都是一個範圍性的傷害 所以,如果我進去跟蝴蝠俠一起打的話 可能會同時一起受到傷害 那,這裡本來想吃凱撒 那,我就稍微來亂一下這個 呃,對方的 呃,對方的 那,稍微補滿一下 那,稍微蹲吵 哇,這裡本來想蹲的時候 結果居然被別人先蹲到 那,這個趙雲呢 呃,他的出裝 大家在最後時候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趙雲 蠻兇的喔 因為,他打起來真的是蠻硬的 他幾乎都出這個坦裝 就是,其實應該是一個趙雲的一個基本配裝啦 那,一些雙,一個火甲嘛 然後,斧頭打野刀 然後,反甲這樣 諸如此類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那,在新版的趙雲呢 他其實是會被改強的喔 呃,我稍微看一下 我覺得,新版的趙雲可能會 形成一個 呃,比較多人會喜歡用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有改強 那,這時候我被趙雲追喔 我本來是想要一個 逆向躲一下他的招 結果還是沒有躲到 那,這時候留了一個分身給他 我直接趕快的往下跑 那,這時候呢 翻過一個牆 應該是躲掉他的追擊 那,此時我看到 對方這個愛里這個血量啊 我真的是不收他一下不行喔 那,收完之後本來想繼續往前跑啊 那就,哇,趙雲直接開啟他的 加速衝過來啊 那,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 趙雲的這個,血是完全不會減喔 那我們蝙蝠俠血量呢 是一直直直落啊 那,我直接就跟我們隊友講 不要跟趙雲做一個單打 因為現在趙雲蠻兇的喔 他的層數呢,已經不知道疊到好幾層了喔 他是祭坦攻擊又高啊 那,看一下他層數已經疊到14層了 那,已經有這個 一百多的這個傷害的加成了喔 那,那其實若有這個眼睛比較,呃 比較好的,視力比較好的 會看到我們的人呢 其實有一點內鬥 就是蝙蝠俠跟凡恩呢 稍微的有一點爭執啊 意思應該就是,簡單來說就是 凡恩好像蓄意送人頭之類的齁 那,這裡呢他們已經吃掉凱薩之力了 不過我想要在這個草叢蹲一下 這就是一個蛇伏的藝術啊 好不好 我們不要急著進場,我們就是在遠遠的地方 用望遠鏡偷看一下戰場 那,找一個比較可以切入的時機 那,因為現在他們血都算是滿滿的喔 所以我也沒有想要進場 那,我繼續躲在這個草叢裡 那,看一下隊友呢,怎麼被虐啊 因為對方是一個武打士加上凱薩之力嘛 那,我這裡呢,看一下隊友血量真的不行喔 我直接一個進場 那,看到對方的這個,殘血的那一隻 欸,剛剛收到哪一隻啊 實在是收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 那,這裡呢我趕快再拉回來喔 讓我的塔幫忙輸出一下 因為我不可能一挑三啦 我隊友幾乎都死光了 只剩我跟蝙蝠俠 那,我剛剛應該是收到對手的刀鋒喔 那,本來是想要繼續收掉對方的這個 法師啊,不過 看到趙雲以及那個愛里在那邊喔 他可能雙控制一下我就掰了 所以,呃,稍微想了一下之後 來這個機會成本想了一下 我決定還是,逃回家裡這樣 呃,寧願不要這個人頭 我也不要死掉 因為要是死掉的話 我們就完全沒有反打的機會喔 那,像剛剛我搭配的蝙蝠俠呢 還能做一波驅趕喔 那,這裡,我們的中...呃... 高地塔呢已經被推掉了兩座 那,其實這樣看起來 我們雖然前期好像有點小優勢 但在後期呢完全就是被一個反打 那,在下路這裡呢 我們的人就死掉了兩個喔 是一個2換1啦 那,我這裡呢也沒有想要去參與會戰 因為我想要該把兵線清一下 因為我們兵線的這個狀態實在是有點不好 那,這個時候看一下 我的裝已經滿喔 那,我的裝滿之後 其實我會陸陸續就換裝阿 那,這裡,哇... 我們的塔可能有危險喔 我趕快回來這裡幫助一下 我們的人手一下這個塔 那,看到這個愛里 好,他已經往後撤了 那,我也先往後撤 繼續把他帶回來這個塔 那,讓塔幫我輸出喔 打不過的話我們就繞人嘛 那,繞不到兄弟的話 我們就請塔來幫忙我們一下 好,那最後也收掉了這個呂布 那,這一波呢 呃,我走這個草叢圓線 我想要看一下有沒有野怪 因為血量有點殘喔 我想要先借著野怪吸一下血 那,直接就借著這一波推到底喔 那,對方剩一個刀鋒 那,我身上是有天叢雲的 那,天叢雲果然被他開啟了喔 那,對方這個殘暴趙雲復活 我稍微躲一下他的這個進攻阿 那,最後還是被蝴蝶給收掉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復活3隻喔 那,他們直接就是 直導黃龍阿 感覺就是直接要衝到我們的高地塔喔 那,我這裡稍微換一下裝 因為我剛剛本來是想要換這個復活甲 結果一直都沒有機會換了 趁現在趕快先換一下 那,也把靴子呢,換成物防裝 因為,遊蕩者這確是支援快 那,現在其實你不需要支援 你需要的是比較厚一點的這個生存能力阿 所以我就換了一下我的鞋子 那,這裡呢,我本來想打蝴蝶 但是看到呂布在打塔 他打實在太宜蘭自得 我不殺他真是太對不起他喔 那,真的是站在前面就一直打塔 完全也不走位阿 我真的看不下去阿 所以選擇去打這個呂布喔 那,這裡呢 我是直接就是往中路這裡 冰線輕輕 打一波過去喔 那,這個時候看到 趙雲在上路虐凡恩喔 那,這裡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呢,直接就是 掠過趙雲去打後面的烏龜喔 那,我原本是要躲趙雲的招 好,的確有躲掉 但蘇不知對方的刀鋒呢 居然從另一邊殺出來喔 直接就是殺得我這個 措手不及阿 還好身上有復活戰甲 那,又復活喔 復活之後呢,又是一條坡猴 那,這個時候呢 凱薩也出來了 那麼趕快就是把這一波凱薩先吃一吃喔 那,吃完之後呢 就是直接再一次的指導他們家 指導他們高地塔 那,這時候他們已經來晚了喔 那,本來他們可能想來看一下狀況 結果殊不知呢,我們幾乎就是 把凱薩已經吃了 連骨頭都不剩喔 那,這裡呢,我再把復活甲賣掉 要換成這個 天,換成那個 全能武器啦 那,因為復活甲現在是有一個時效性的嘛 那,之後我現在來到這裡先 稍微的 因為我們人都在蠻後面的地方喔 所以呢,我決定要先掠奪一下他們的這個資源啦 那,把他們的東西先吃一吃之後 欸,看趙雲,哇,又直接想要衝去我們家了喔 那,這個時候我發現我沒有賣復活甲 原本是想要賣啦 那,這裡剛好,本來想回家的時候 哇,看到一個迷路的蝴蝶喔 直接,兩棒就把他敲死了 那,因為蝴蝶基本上是不會帶 天叢雲這種奇怪的武器啦 所以要敲死這種法師呢,是非常容易 輕而易舉,反掌則之啦好不好 那,這一波呢,我們的人呢 也收掉了他們兩顆人頭 那,當然就是直接 喔,那果然是看喔 我們的人呢,算是有遠見之名啦 看到對方的刀鋒 就是想要進去我們的塔 虐我們的塔一波喔 不過,殊不知呢,我們直接虐爆他們的塔 那,剛剛講一下復活甲那邊 因為我也忘記為什麼到最後是沒有賣阿 不然基本上我是賣掉復活甲 然後換成全能武器的 那,也可以供大家參考阿 就是你裝滿的時候呢 要把自己的裝備 再往更高階的武器去換 好的,那今天這場比賽呢 就到此結束囉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也不用吝嗇 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按個訂閱當是更好啦 好啦,那就先這樣囉 掰